为帮助弱势,玉校功德会也举办了物资发放 由高雄玉校功德会与五万财庙共同举办的联合物资发放活动 结合各界的善款,功德会做媒介,将资源转发给需要帮助的人 这天在南子区的五万财庙,除了发放物资,也让民众享用素斋 那五万财庙位于在大社区保社里 那今天刚好就是借由整个管理委员会的张顾问的川真影线 及高雄玉校功德会的那个吉利的支持 那我在这边我们遵从神尊的那个寄落助品的那个宗旨 那刚好有这个机会能做一个这个爱心物资的发放 那所谓取之社会回馈给整个大社区 今天我们武万财庙庙庙旨 基板低收入发放粮食的活动 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那从今年开始发言工 要发动一些技术与好的礼民 今天来非常有意义 做生死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现在在社会上有不同的 大家有不同的这个社会的问题 还有一些这个需求 尤其都是我们这些弱势 那还有老人 独居老人 还有我们的一些单亲家庭 种种都虽然大家都不能很多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 那也非常需要我们民间团体的关怀 寻善的意义 诚如主委所说 所谓的施比寿更有福 而这些感恩户在接受物资的同时 心有感怀 也就在心里种下善因 有时内心的贫乏比物质的贫困更为严重 只要心安 日日是好日 法律新闻五庸区高雄采访报道